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部分女性怀孕后可能会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的问题,以及太容易紧张,担心一个不小心就会伤害到腹中胎儿,闹出不少笑话。 妇产科医师苏宜宁就在脸书分享,有名怀孕33周的准妈妈喝了鱼汤觉得疑似味道有意,怕中毒,资讯向她求救,没想到20分钟后又传讯坦诚问题好蠢,笑翻底下一票网友。 苏宜宁表示,一名女子气急败坏地传讯过来,提到早上喝了几口自己的煮的鱼汤,觉得有点苦,上网一查发现因是鱼胆破掉,并指鱼胆有剧毒,请问需要就医吗?好紧张,顺便附上一个发青不安的脸部表情符号。 苏宜宁指出,当时人在门诊,想说晚点回复,但隔没多久该名可爱的妈咪又叮咚回文,天啊,这问题好蠢,苏健壮心想你自己发现了后,并应答恩,知道就好,对方则自嘲,我也不知怀孕后怎么会变这样。 苏宜宁认为,姑且不论这样的情况是否会中毒,要是你真的急性中毒了,应该会很不舒服,第一件事情是应该立刻上医院就准吧,而非上网打自发问求助。 苏也提到,先前曾有一名产妇三刚半夜传讯问苏医师我破水了怎么办,当时让他忍不住无言的说,怎么办,赶快去产访啊,不会。 网友笑称一孕傻,三年真的呜呜啊,只要腹中开始有宝宝的存在,妈妈就越来越像外星人了,妈咪其实蛮可爱的,孕妇真的很容易穷紧张,孕妈咪的健忘症自己很能体会。